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后台543 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呢 是我们台湾的爵士月天后哦 蔡文慧蔡老师 蔡老师好 大家好 谢老师好 叫你蔡老师 好有趣哦 这个渊源是什么 来蔡老师自己讲好了 因为其实我是谢老师以前的学生 然后没想到人家变成爵士月的一节 讲到Jazz 我们就会想到节奏 因为节奏在Jazz里面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以请文慧跟我们稍稍的说明一下爵士月的节奏吗 整排就不用特别再去强调 所以他们会去强调反拍 那所以你要唱爵士月或者是说你要唱任何跟黑人有关的音乐 其实你要对正反拍很有感觉 那如果我们以爵士来说 那你要对正反拍很有感觉 你就要对于拍子非常非常敏锐 所以你说那个红绿灯那个是我那时候在练习对拍子的稳定度很敏锐的时候 我们过红绿灯不是都会有那个读秒吗 我就把它当做节拍器 那个四分音符等于六十 你怎么练 那我们要练习的第一个就是先把我们的重拍的习惯移到第二拍跟第四拍 所以呢 每一个读秒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我这样打 如果你现在在听的话 听众朋友你们可以跟着我一起打拍子 我现在打的是第四拍跟第二拍 第二拍跟第四拍 所以呢 你数一二三四的时候呢 你的二跟四要跟我的手的声音合在一起 好 所以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这样 一二三四 这样就不对 那你应该是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然后你再把你会的所有的歌套进去试试看 对比如说 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唱的是正拍还是反拍 然后反拍比较短的那颗会比较重 比如说我如果唱 呃 唱 do re mi fa so la si do好了 如果是平均的话 它会是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这都是 呃 这个平均的 那如果你有打拍子的话 我的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我的do mi so si是正拍 re fa la do是反拍 那如果你唱swing的话 你的do mi so si就要长一点 re fa la do就要短一点 短的要重 所以会变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那呃对 大家如果大家可以这样揣摩一下 那你在套进去所有的歌曲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你现在你要感觉得到 你不用visualize 不用视觉化但是你要感觉得到 你唱的是正拍还是反拍 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练习 所以比如说我如果唱fly me to the moon 都是四分音符 它会变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这里都是四分音符 那如果我要加八分音符进去呢 你可以练习就是可能我只加一点点 但是我要知道 我加的是我的正拍跟反拍在哪里 所以如果我加fly me to the moon 好所以the moon就是 the就是正拍 moon就是反拍 那你反拍就要比较重 对然后再加上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你要把二四拍是你的这个 句子的不是音乐的重心 所以它会变成 one two three four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do better at Mars 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个 这个是慵懒 可能现在听起来没有很慵懒 因为大家很紧张这个拍子 可是其实真正的慵懒 其实是来自于 你把重音放在后面 而不是放在前面 那一个对照对照组 大部分的人的会犯的错误 就是没有办法把反拍唱的比较重 所以他们会变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这听起来有差别吧 就是一个就是好像很循规蹈矩 然后有点怪怪的 一个就会比较lay back 对而且再加上爵士乐 它是没有固定 它是即兴的 所以你这些就是节奏的东西 必须要很确定 让乐手可以有即兴的空间 那大部分的这些歌手 两个会尴尬的地方 一个就是这个拍子的东西 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制造这个节奏上的慵懒 所以他们就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他们就会这样子就是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比较慵懒 可是但是真的跟 这样听起来好像也真的蛮慵懒的 可是真的跟乐手一起的时候 乐手就会因为这样子乱掉 那整个音乐就会听起来有点尴尬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即兴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把人声当乐器用 那人声当乐器用的时候 乐器有不同的声音 有强跟弱 那很多的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个部分 所以你听到他们就会 咻叮噜噜噜噜噜噜 咻 他们就会很尴尬 就是如果有时候你听到那种明星 在唱爵士曲目 他们需要唱到这种即兴的部分 他们也都可以 你都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都有一点尴尬 咻叮噜噜噜噜噜之类的 对那这个有时候听起来就会很尴尬 为什么你唱起来这么尴尬 那到底是怎么样 我还是很想听一下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什么咻 你知道 这个你用的所有的这些syllables 这些撞声词 它都会有一个情绪 比如说呜跟啊 啊一定会比较大声 那你如果用很多子音啊 那它会听起来比较有节奏 如果你用的是比较 没有子音 它就听起来比较连贯一点 所以其实是按照不同的歌曲 不同的曲风 那所以你们通常都用哪一些 其实我都听 我很爱听 我听很多 大概就是那一些 但是我整理不出来 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 反正就听起来都很好听 然后我就觉得 算了我不要学了 我纯粹当听众好了 然后我从此以后 我再不敢唱Jazz 我给你这么大的阴影 I'm sorry 其实因为这个爵士乐 诅咒的乐器常常都是管乐 所以很多歌手就会去模仿管乐的声音 特别是更早期的时候会是这样 不过现代呢 已经因为所有的乐器都有可能参与 所以大部分的歌手会去寻找自己的这个语言 那不过还是会有比如说 它如果比较强的 它可能会用比较啊 会比较多子音 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就是你真的是要看情况 你如果今天是在一个比较空灵的音乐 如果你看我们如果是在这个swing的时候 我们会模仿管乐 所以你会有 比如说 你会感觉到节奏感 可是如果今天是别的状况 如果今天我们在拍电影 要放电影配乐 然后聂小倩 他就是穿着优美的飘逸的服装 梳着头发 然后他就那个 这样 那你如果换成这个管乐的声音 你就会 那聂小倩可能就是 穿着金色有亮片的礼服 然后他可能不是长纸发 他可能是波浪卷什么 就不太适合你知道 就一点都不飘逸 可能还戴着那个黑色帽子 穿着短 黑色短裤 哇哇 高跟鞋 而且他披头的第一句可能是 Thank you 所以这个 其实是真的是要看曲风 然后看这个 这个 节奏的感觉 那比较没有节奏的 我们就不会带这么多的 子音进去 所以其实是你对音乐 对节奏感 要有一定的认识 因为你跑欧洲 又跑大陆 又跑台湾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跑的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挑战 我常常会跟大家说 我们人生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只有挑战 所以有什么挑战 爵士乐里面 其实有各种的歧视 就是有人种歧视 我就是要听这个 就是在爵士乐的世界里面 这应该是对于黑人来说 唯一的privilege 爵士乐的世界里面 黑人就是霸主 因为他是黑人音乐嘛 所以就是大家会觉得你是黑人 就已经下意识觉得你比较会演奏 其实是 但是黑人也就只有在这件事情上面得到优势 不然其他的事情他们都被欺负 然后再来呢 可能是拉丁美洲人 因为拉丁美洲的音乐 很groove 所以呢 对于groove音乐 我们就下意识觉得 拉丁美洲人很会处理 然后再来就是白人 欧洲人 或者是反正就高加索人 白人 然后呢 再来呢 或是印度人 因为印度人现在 是这个在爵士乐里面 是斩鹿头角的一群 他们临架白人之上 对 就黑人玩 再来就是印度人了 对 那 所以我们亚洲呢 也就只有印度人帮我们出头 亚洲人就是排在最后面 那特别是 亚洲人里面也还有排行哦 日韩第一 然后最后面就是台湾 中国 对啊 就是 就是 我们就是排在最下面 好 这是人种上面的歧视 还有性别上面的歧视 如果你 你今天是一个歌手呢 呃 你如果今天是一个女性的乐手 比如说你是 saxphone手 鼓手 贝子手 大家就已经会先入为主 觉得你可能程度没有很好 这个也是一个很糟糕的歧视 所以有很多女性乐手 他们都出来 protest这个东西 然后再来呢 还有乐器之间的歧视 你要是鼓手 贝子手呢 就是大家最需要的乐手 你就是比较 说话可以比较大声 那最低的 最低的就是歌手 其实在古典的世界里面 也有 也有一点这样 因为呢 大家就会觉得歌手就是很多 妹妹嘎嘎 就是很多 架子啊 什么之类的 可是他们对音乐的理解 也是最少的 比如说看谱最慢啊 对乐理的理解最少啊 什么之类的 那我是一个亚洲人 而且是在亚洲的底层的台湾人 然后我是一个女性 我又是一个歌手 所以其实遭遇到的骑士 真的不计其数 就在欧洲也有啊 在台湾还好 因为我自己就是台湾人嘛 然后再来 连去大陆都有 对 因为其实真的 所有的乐手 在不认识我之前 他们就觉得 哦一个亚洲的歌手 是能够怎么样呢 所以他们都会先想说 哦他要唱大概就是 Fly me to the moon 然后我们都有一个 这种 jam session 就是爵士乐特有的文化 就是open stage 这种jam这样 然后有时候 我去jam的时候 我如果是在 特别是在欧洲 常常就是会有 我常常会用一个 这个jam session的文化 来认识一个国家 那有时候 像我有一次在德国 在柏林 然后我就说 诶我可以唱一首歌吗 然后就有一个黑人被之手 黑人被之手 有没有定层的 然后他就说 哇 不知道 这是一个爵士的jam session 我没有时间 让你们这些歌手来这里 玩你知道 你可以去那种 一般给歌手 那种open mic 那种也可以啊 那以前的我 其实是那种 温良恭敬让 不过我也在欧洲 生活很久了 所以我也被训练了 很好了 就是 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我只是礼貌性的问你 怎么样我都可以上去唱一首歌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 open jam 那你喜欢或不喜欢 也就一首歌而已嘛 然后他就 哦 烦了一个白眼 好啊好啊 那不然你要唱什么歌嘛 那我就 随便讲了一个歌名 然后讲了一个key 这样 然后那旁边的钢琴手 还听错key 然后就自己 稀里糊涂的就开始弹前奏哦 也不管我说我要什么速度 也不管他就弹 而且他也看了说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然后我就说 no 然后他就很生气说 什么东西no 这样 我就说 你根本没有听到 我说什么key 你弹错key 我说我要这个key 你弹的是这个key啊 而且我也不需要 你帮我看 one two three four啊 这种这么简单的东西 谁不会呢 然后我就自己看 然后自己唱 然后 然后唱完了之后 呃 他们就跟我道歉 说哦 我不知道你是真的会爵士的歌手 那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 也有 就是这类的事情 其实也发生过几次 那如果是 比如说我上次去瑞典的时候啊 我第一次去 那我就去一个jam session 我就说 诶 请问我可以唱一首歌吗 他们就说 哦 当然啊 很欢迎 我下意识就觉得瑞典是个好国家 那去大陆工作有时候也会这样 但去大陆我就比较不太会去jam session 因为就是 我去的时候就直接表演 可是有时候去表演的时候 那乐手不见得认识你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个亚洲的钢琴手 嗯 女性钢琴手 同是亚洲人 同是女性 可是她一样就是 呃 我朋友是一个意大利人 那这是她帮我排的tour 然后她就跟那个 那个女性钢琴手说 诶 她的曲子你练了没 然后那个钢琴手就说 哦 不用我士谱就好 然后她就说 哦 不行 你要练一下哦 然后她就说 我士谱很快 而且那歌手的歌能有多难 然后我这个意大利朋友就说 我跟你说 你真的要练一下 然后她真的没有练 然后真的士谱 然后他们在那个 大都市的演出 都是很很忙的 所以他们工作都很多 所以他们就演出前 一两个小时 合一下就直接上台了 然后呢 那时候她看到我的谱 就哦 哦 然后后来有一首歌 刚好中间有八个小节 只有钢琴 然后她没有事先练 但我写的也蛮简单的 可是她就是 对于这个音乐不太熟悉 所以她直接在台上 就愣在那里 弹错 然后自己一个人重来 又弹错 然后第三次弹对 然后我们再全部的人进去这样 真的很尴尬 然后后来反正就是 剩下的反正就 我们就cover过去 就过了就算了这样 然后演出也很顺利 然后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大家留下来喝一杯 她就急急忙忙的说 哦我先走了 然后回去的时候才疯狂 微信我说 I'm so sorry 我就 然后后来 我们总共演出了五场 然后结束之后她就说 你知道你的歌有时候 就很像一拳揍在我脸上 因为我下意识会觉得 我的手指要去什么位置 结果你写的不是那个和弦 因为你不是写很传统的音乐 所以我常常会觉得 我在弹你的歌的时候 好像被你打了一拳 就是 反正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太多了 还有什么黑人乐手 在成都 也没练 然后 练团前一天打开我的email 我看到那些歌跟普太想说 What the 然后什么熬夜练了 然后我最后去 我是八小节八小节陪练 这类的事情 真的不胜其数 所以不要随便小看别人的作品 好吗 也不要随便小看一个歌手 有时候你遇到蔡文慧这样的人 真的是自己踢到铁板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亲 遇到蔡文慧 想要跟她工作 一定要练她的东西 而且她不会再客气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不会啦 我也蛮客气的 最好是 歌手这个身份 是既容易当又很难当的 就是唱歌这件事情 很多人他们是觉得天生就会 可是因为你天生就会 一个东西 我想你可能也常遇到这样的人 所以他们就比较不愿意 认真花心思去学习 因为学习的过程 你会遇到痛苦 你会遇到这个瓶颈 那本来你天生就会的东西 在遇到瓶颈的时候 你就会怀疑 自我怀疑会比 那个学乐器的人还要严重 所以很多人就不想要去 不喜欢经历这个过程 所以他们就继续坚持在这个 我天生就会的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歌手容易受到歧视 因为这类的歌手很多 但是也没有人教他们 怎么样去克服 这个瓶颈带给他们的痛苦 我觉得你这个终于解决了我的一些疑问了 因为我以前其实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只是想说为什么 好像以前学圣乐的时候 反正大家都很看不起学圣乐的嘛 就是会觉得说 你们不就吃饱睡水饱吃就好了 有没有 可是后来我就发现不是这样啊 其实像我去美国的时候 就发现其实最累的 真的是主秀声乐的 因为你要学好多东西 就是语文类的 我们要被 就是强迫要主秀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再加上又要拍歌剧 然后戏剧也要学 然后舞蹈也要学 我们叫stage movement 全部都要学 就是在美国学 我念硕士的时候 我才发现那边的主秀声乐 其实很可怕 所以其实我 我反而是在美国 没有感受到 歌手被歧视的感觉 其实都没有 嗯 我觉得 我觉得自己心里很健康的人 就不太会去歧视别人了 这是一点 不过还有就是 你看所有的乐器啊 就连大家都有学过的钢琴 大家都知道 你要真的能够弹一首歌 那其实你前面要花很多努力 光是你手指怎么站 就要弄很久 所以一般的乐手 他们就会觉得说 遇到困难 遇到瓶颈 遇到挫折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可是对歌手来说 就是另外一回事 但另外一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的乐器 一直都是内建在身体里 你看不到 不是说 你今天把音调准了 你就可以了 也不是说 我今天要你发出什么音 你就按那个音就好了 也不是说 我今天给你换了一个黄片 换了一个吹嘴 或换了一条弦 你的音色就会变得很优美 有时候你要追求一个优美的音色 你自己要揣摩很久很久很久 那在爵士乐的世界里面 我们还要能够把唱 用唱的把乐理唱出来 所以当你在即兴 你又要想那些音阶乐理的时候 你并不是按哪一个键 你就可以把那个音唱出来 所以其实这个对歌手来说 挑战是比乐手还要大的 所以隔行如隔山 所以就是有一些乐手不会理解 所以在团队合作当中 你现在有没有误出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最顺的合作方法 就要掌握哪一些原则 我觉得不管是团队合作 或者是人生 我都有误出一个道理 第一个就是你可能会预设 这件事会怎么样完成 但是当事情发生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就会一直花时间去想 为什么会这样 要是怎么样的话 就不会再这样子了 可是其实这样子呢 其实是你在制造更多的麻烦 你也在制造自己跟别人的冲突 那所以最最好的方式就是 好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这样 这个人的性格是这样子 那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这个状况 要怎么样完成 一起完成这件事情 那所谓的团队合作 就是只要是人和 很多事情就比较容易完成 可是如果你已经先预设 或者是你一直在想说 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想的那样 那就是你就是 他一定也会感觉到 是人不合事情就不会合 到目前为止 对你来说 学音乐给你带来最大的启示 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特别因为 爵士乐的关系 因为爵士乐是一个非常需要 有自己的声音的一个乐种 所以在这个学习就业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自我探索的 灵性成长的旅程 那我从这里面呢 发现很多自己的缺点 或是自己面对缺点的态度 或者是自己怎么样去克服 我曾经也有那种完全不练习 完全只是focus在自己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 结果后来处理完之后 就音乐大幅进步的这种过程 所以我觉得音乐就跟人生非常非常相像 那如果我再多嘴一句 就是说如果你在收听节目的这个 的听众刚好是音乐工作者的话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教育 我们一直都没有交给学生 就是怎么样面对挫折 跟怎么样面对失败的感觉 你如果要一个学生 能够持续走下去 持续做这件事情 持续喜欢音乐 你并不是要教他们怎么样弹好钢琴而已 你是要教他们在练不好的时候 怎么样去处理练不好这件事情 好的 我们今天谢谢蔡文慧老师的分享 真的是收获很多 我们下次希望还有机会 能够再找你过来 再跟我们分享更多的Jazz的一些资讯 反正我觉得Jazz真的好难哦 Oh my god 好啦各位拜拜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合提供出品的